何人所愛 可笑何人來無愛 奈何不出 永永所敗 風風笑 連著天吞來 永散啊 祢寬祈來 真心明明天所在 永散啊 祢寬祈來 真心明明天所在 永散啊 祢寬祈來 各位好玩 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 大家請客氣 走開 大家請坐 大家午早 從前天晚上一直上到現在 差不多已經到了注意力的極限了對不對 上到很辛苦 這兩點前我保證 我跟各位保證 各位絕對不聽得很辛苦 你會覺得上一趟很有趣的課 為什麼我敢這樣跟各位保證 這是因為過去演講的經驗 因為我要很感謝我媽媽 從小時候就開始訓練我們那個閱讀的習慣 出小月之後我就開始去上課 所以那個時候 如果朋友跟我說 國外有什麼工資 我就會不會去美國 不會去德國 不會去新加坡 四個去上課 所以上課之後我就知道 要怎麼跟人家分享 要怎麼跟人家互動 所以 一般來說 從以前到現在 我在外面這麼多學生 他們都沒有說我的課很無聊 他們常常上兩天下來 兩天三天都覺得很新鮮 因為 有很多東西 要一下跟各位講完不太容易 所以 這兩個小時 我相信各位會覺得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好 那我覺得今天心情真的非常好 因為 早上在我們女兒在開港的時候 他們說 我們這次天兔 他們現在叫什麼 暴力兔還是什麼 恐怖兔 是第二大的颱風 第二大的 第一大的 還是打一下 台灣第一大的紅胎 打一下 蛤 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有的賀博 有的莫拉克 有的從 講到八七水災 很遠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 每個人答案都不一樣 奇怪 他說我們這第二大 電視都沒有跟我們說第一大 打一下紅胎 他說我們這第二大 完美的風暴 那 如果說是 第二大 那第三大 第四大 第五大 那都很多人 因為意外去生故 結果我們這次這個紅胎 目前為止看新聞報道 都沒有人意外事故 意外生故 只有大概九個人受傷而已 這不是很值得慶幸嗎 整個台灣遇到 這個台灣有史以來 第二大的颱風 結果只有九個人受傷而已 那是不是真的是天佑台灣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值得 讓我今天心情很好 然後今天心情更好是因為 各位可以這樣子 這個 講真的是 拋家棄子 都不顧颱風 坐在這裡 真的嗎 你都沒有管你家裡 紅胎做多少 那個屋頂有沒有被掀開這樣 一直坐在這裡 堅持到現在 這兩天 有靠電話回去處理關心一下 有打電話回去關心嗎 都沒有 這樣真的很痛到 真的很 好 我們一剛開始 為什麼放這個投影片 這投影片跟我今天要講的 那個人格特質有關係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在國外學很久的一個 有關於人格特質 什麼叫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 對你來講 你就會聽到台灣常常有一句俗話 叫做三歲定八十 有沒有聽到 三歲定八十 你三歲 就可以決定你未來 人生中77年 要怎麼去走 然後你會聽到很多的 聽到那個老公對老婆講 你這個死人格選 什麼叫死人格選 根據伯克萊大學 伯克萊大學的統計學系 跟加州大學的心理學系 他們這兩個系所合作 然後經過25年的研究 他們把人歸為五大類 跟25小類 就是等一下我要跟各位上的 今天的題目是 自己就是一座寶藏 我們花很多時間 我們這世人花很多時間 從小時候開始 你要搞別人 你就要了解別人 你都一直在了解別人 了解別人 認識別人 那請問一下你了解你自己嗎 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嗎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優點在哪裡 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裡 知道自己的長處在哪裡 知道自己的短處在哪裡 知道到底自己有所不足 怎麼去彌補 還是要發現自己的天才 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在上課 就是讓你 這兩堂課 試著讓你自己了解自己 我至少知道我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我才知道我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老師常常在上課裡面 常常去問同學一個問題 我也一樣提出來 請問一下各位 我要每個人都舉手 我看每個人 如果沒有舉手 我會請他上來分享他的意見 他一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對不對 所以我看得到每個人有沒有舉手 因為我們人不多 特別是風台天人沒坐 所以我有看你 請問一下 你不要想那個為什麼 不要想為什麼 台灣人已經受習慣這樣的教育了 你只要回答我 你喜歡哪一個 我會有兩個讓你選擇 你兩個要選一個 就是一個飛機跟一個火車 飛機跟火車 你喜歡坐飛機的 舉一下手 讓我看一下 喜歡坐飛機 好 1 2 3 4 5 6 7 好 喜歡坐火車的 舉手一下 可以啊 好 好 手放下 我好像看到還有人沒有舉手 每個人都有舉手嗎 當然現在跟我講每個人都有啊 你就算沒有舉手你也不會講 那請問一下 剛剛喜歡坐飛機的 剛剛喜歡坐飛機的 你喜歡坐飛機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從桃園 現在水月園要到桃園火車站 不要講桃園到桃園火車站 我們在桃園火車站 我們要去台北 桃園火車站 要到台北火車站 你可以選擇什麼交通工具 火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從 桃園那個 桃園機場 不要遠 你要到東京成田機場就好了 從桃園機場到東京成田機場 你可以選擇什麼交通工具 飛機 所以喔 如果你不知道目的地 你怎麼選擇交通工具 你一定要知道目的地嘛 你才可以選擇交通工具嘛 不能說我喜歡飛機我就坐飛機 我喜歡坐火車我就坐火車對不對 你到只能坐火車的地方你怎麼坐飛機 你到只能坐飛機的地方你怎麼坐火車 你如果不知道目的地你怎麼選擇交通工具 你如果不了解你自己 你怎麼開展你自己的人生 我問一下各位 像一樣現在我再請問一下各位 這一篇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民政委的主庭自己庭 這四點 這四點 你看完以後 你整個看我現在講的就是 等一下要上的人格特質 這個你現在認真的聽下去 你會對你將未來的一個半小時會很有幫助 雖然科學家已經驗證 人的注意力大概只有20分鐘 所以我基本上我從8點5分講到8點25分 你會聽得很清楚 8點25分以後你就飛飛了 所以我要趁現在趕快把重點講給你聽 你現在看完這四個 四點 我先請問一下各位 你看完以後 你看完以後 你會很想去了解 國際法 萬國公法 戰爭法 究竟在和平條約 你會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研究 想要去認識 你會甚至去找資料 你會看完這四點以後 你會想要去做一個更深入了解的舉一下手 好 手放下 第二個 你看完以後 你只有看到重點 你只有看到重點 比如說 現在我第一片看完 我看到重點 我看到 所以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 我有台灣佔領權 你看到重點 你覺得你有看到重點 舉一下手 讓我知道 你看到重點了 你看完以後 你看完以後 你覺得這些文字你都吞不進去 有看沒有懂 沒關係我們對自己誠實 有看沒有懂 真的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第一次看 如果第一次看 你不要講說你現在經過兩天訓練 你第一次 我們開訓的時候 我在這邊當司儀 我說我們現在請主席選特 台灣民間會的主廠跟入場 你聽完 你聽說完 以後你看完 你都背背了 真的沒什麼了解 剛看完第一次 舉一下手 知道一下 也會有 這就是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 怎麼分 那個台生你把第一篇 把第一頁把它打出來 這等一下要留著 等一下交互替換 讓他們看 他 加州伯克萊大學 跟那個 那個 加州心理學系 跟那個 伯克萊大學統計學系 他把人分為五大類 老虎 孔雀 五尾熊 貓頭鷹 變色龍 然後這裡面分為二十五小類 為什麼 因為他是用電腦的 我沒有辦法讓各位去做電腦測試 因為電腦測試出來以後 你會有主向線 他向線出來以後 你會有一個主向線 你就好像那個 我們心電圖一樣 有的高有的低 你主向線在哪裡 你的副向線在哪裡 所以 這裡面每一個人 基本上應該都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會有一個主要的人格特質 就是你三歲以後 三歲之前就顯現出來的人格特質 好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問我 第四個女兒 我問我第四個女兒 我有六個女兒 我問我第四個女兒 我說 你喜歡 第五的妹妹還是第六的妹妹 她會很明白的告訴我 她喜歡老五 那我問我第六個女兒 我就問她說 你喜歡哪一個姐姐 她會告訴我說 通通喜歡 我說那你喜歡 爸爸還是媽媽 都喜歡 你喜歡什麼 都喜歡 請問一下她講 她的答案 你永遠不知道她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她都說都喜歡 應該是裡面哪一個 猜猜看 大家都知道變色龍 為什麼 所以他們形容得很貼切 她形容得很貼切 變色龍呢 基本上來講 她最大的原則是什麼 沒有原則 沒有原則 她最大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 那變色龍哪一個國家最多 你知道變色龍哪裡最多嗎 台灣 沒錯 台灣最多變色龍 你看喔 如果這樣子20% 20% 台灣竟然有超過20%以上都是變色龍 為什麼 台灣會這樣子演變出來這樣的民族性 因為台灣經歷過這四五百年來 我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生存 那為了生存 我們只好變顏色 所以台灣最多 我們去跟外面跟人家聊 我常常會發覺 他明明就是藍色的 可是呢 他跟我聊的時候 一副都很像綠色的樣子 對啊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藍色還是綠色 可是他在綠色面前呢 他就是很綠色 他在藍色面前 他就很藍色 沒有辦法 難道他們有色盲嗎 他又不是狗對不對 狗有色盲嗎 各位知道狗有色盲嗎 有 對啊 狗分別 有人在講說狗好厲害喔 台北的狗可以看紅燈綠燈 會過紅綠燈 真的嗎 狗看不出來紅燈跟綠燈 欸 你家裡是有色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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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齁 我的意思說真正的狗啦 真正的狗他是色盲 他看不清楚紅燈綠燈 所以呢 他過馬路他不是看得懂紅燈 看得懂綠燈 他是大家都在走 他跟著走 沒有他就看到所有的車子停下來 讓他過他就懂得過 所以呢變色龍基本上來講 他沒有顏色 他會隨著環境變顏色 變色龍 我就跟我女兒講 他最大的 這個人生喔 最要學的功課 就是立常志 而不是常立志 小人常立志嘛 君子立常志嘛 他沒有辦法 他可以告訴我 我小時候叫他 我常常會 因為我本身就學這個 所以我會讓我小朋友 從小就開始做這樣的訓練 我讓我女兒 那個第六個女兒 我每天叫 每個 每年大概寫我的志願 我發覺他從開始寫我的志願 從國小一年級到現在 寫了五年了 每年的志願都不一樣 沒有一年是一樣的 每年都有新的志願 也很好啦 他今天還特別講說 爸爸你不要在裡面 一直講我的名字喔 我沒有提他的名字 我只有說我第六個女兒 我昨天跟他講說 我今天錄影大概會提到他這樣 他會去看 所以我沒有提他的名字 沒有辦法 這是變色龍的特性 那老虎呢 老虎的特性是什麼 目標導向 目標導向 他只看到事情的結果 他只看到事情的結果 所以你會等一下會看到 老虎是很重結果 而且很理性 你在跟每一個人在談 你會開始到接觸 你會開始試著去接觸 跟人家抬我們的主張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主張 我們的立場 你會開始跟人家分享 你了解的台灣民政府 你了解的台灣 正確的台灣歷史 你跟他講的時候 跟這種人在講的時候 他聽不下去 你不用跟我講那麼多 你講越多我聽得越複雜 他只要簡單就好了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他如果認同了 你告訴我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執政 他就會去衝了 立下公 要4千張身份證 要4千個高級公務員 41萬張身份證 好那我知道了 他就開始去衝了 你就可以協助這樣 比如說你在 我們一起 大家一直在協助 想要幫助我們 台灣民進府趕快執政 你就告訴他 我們要41萬張身份證 我們要4千個高級公務員 然後你可以協助他 你把你認識的 名單通通列出來 你不要幫他算命 他就會把名單都列出來給你看 他會跟你說 這個人這個人是誰誰誰 然後你就可以幫他做紀錄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將來各位都是高級公務員 你們上完高級班 你們都是高級公務員 你們要試著去領導統譽 從這裡就可以開始練習了 怎麼去看 我等一下會教各位 等一下去看他是不是老虎 看他的動作 看他的那個行為就知道了 老虎很緊張 真的 我太太就是老虎 你會發覺 阿嬤通常 大部分 都是互補的 互補 老虎的互補 就是無尾熊 這樣會知道我是誰 我是什麼人格特質 各位就知道了 通常就這樣互補 他會覺得我慢吞吞的 他每次這樣子 快快快快快 然後我覺得不行 你要三思而後行 要再想一下 他不會 他說反正目標就在那裡 那塊肉就在那裡 我們去咬到他就吃掉就好了嘛 想那麼多幹嘛 老虎就這樣 老虎也很容易 就三分鐘熱度 因為老虎 武松打虎老虎只有三招 然後他打不死你他就會落跑了 因為他覺得他吃不到你 老虎吃不到獵物 他就會去轉別的地方 這個獵物很難抓 所以他通常沒有耐心 通常有的時候 老虎假設他跟老虎在講 可能一拍即合 他隨便說 好 要怎麼辦心運政 要怎麼上課 沒問題 雖然 可是老虎如果跟武偉雄 跟貓頭鷹 算是跟孔雀 特質不一樣嘛 他在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會聽不下去 他說你沒說到我要聽的 我們講要講到他們要聽的 講要講他們要了解的 你沒有講到我要了解 你沒有講到我要聽的 他們很快就會 不耐煩 可是你可能 老虎可能多講一次 他就接受了 或者找個別人來講 所以為什麼有的時候要小組配合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先把老虎 孔雀 武偉雄 貓頭鷹 變色龍 整個人格特質講給你們聽 老虎很重目標 很重結果 很理性 孔雀很感性 很感性 然後很重結果 武偉雄很重過程 很理性 貓頭鷹很理性 很重過程 都有點像 都不太像 可是這個就差很多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每個人格特質都不一樣 我們講民族性好了 老虎的代表 是哪一個國家各位知道嗎 你們去想想看 也世界上一個很強的國家 那個國家幾乎都是老虎 老虎的佔的比率 我所謂的代表性就是 他們超過30%以上 那個國家其他的民族比較不容易 其他的人格特質比較不容易融入他們的國家 他會在那個國家格格不入 可是那國家大部分的老虎 在那裡會活得很自在 因為都是老虎 德國 所以呢那時候科學家有做研究 德國的公共廁所 在早期的時候特別的髒 很臭 德國的男生奇怪 尿尿都沒有辦法對準尿斗 大部分都噴在外面到處亂灑 都這樣子 那個開始站到那個前面都不瞄準 然後都亂灑這樣 然後他們就清潔得很難過 所以後來他們去學到這個以後 那個科學家建議他們 在那個尿斗上面貼一隻蒼蠅 比如說這個是尿 假設這裡是一個尿斗 他又在這裡貼一隻蒼蠅 從此以後那個德國的尿斗都不會髒了 因為每一個德國人他們在尿尿的時候 就會瞄準那隻蒼蠅 想要把它射下來 很厲害喔 所以他們就開始 他發覺真的有效 所以台灣你現在看到很多的公共廁所 也有那隻蒼蠅 男生 你們女生沒有去看過嘛 男生去看很多廁所都有那隻蒼蠅 這是科學家研究出來的 讓男生瞄準的不二法門 讓他們不會亂噴 因為沒有目標 他就沒有辦法瞄準 就會亂噴 真的有效 所以這個用在 這個用在 我有一個學生 他很難跟他兒子溝通 他是單親媽媽 然後他每次都覺得說 哥哥都不照顧弟弟 然後哥哥每次 一到那個遊戲區的景點 他就跑前面就跑不見人 就要追他最亮面 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到底為什麼 後來上完我的課 他說原來他兒子是一隻大老虎 目標導向 他還沒有到遊樂場 他會想要玩什麼 所以一下遊樂場就開始往他要玩的地方去衝 而且一玩之後 他什麼人都不顧 他只 很努力的要把他遊戲玩完 他媽媽給他100塊 他絕對不會說 只有玩50塊 剩50塊留著 他不會 他一定把100塊玩到完 他還可以玩到手去撈到 然後繼續丟保齡球 他就要把錢算完就對了 目標導向 媽媽給我100塊 我就要把100塊都完 媽媽給我多少東西 我就要把多少東西吃完 這是很完全的目標導向 老虎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一個業務單位裡面如果有老虎 你會很高興 因為他們就會很快的創造業績出來 很快喔 我也帶過這樣子 我以前在當業務主管的時候 我在跟我的業務主管跟他講說 你要跟人家講的時候 這個流程你要ABCDE對不對 他不是喔 他一定從A然後就跳到E了 就告訴你 你只要繳多少錢就好了 然後繳多少錢呢 你會有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講的 我都沒有講的事情他都會講出來這樣 我說這個沒有這個沒有 他都會聽成這個有這個有 就是他那個1萬塊他什麼都有 什麼人骨頭都有 真的他什麼都敢講 反正他只要成交就好了 他的目標就是成交 成交之後誰幫他擦屁股 就我們幫他擦屁股 所以老虎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子很衝動 做很多事情 你要看到每個人的優點缺點都會有 他如果一個優點蓋過他所有的缺點 你要善用他的優點 所以老虎的優點就是這樣子 他很重目標 很重結果 你要給他方向 你要給他目標 他絕對是業務單位裡面的漢將 他一定要拿到那第一名 但是呢 他的熱度 科學家也統計過 他如果在一個業務單位 他一直表現得很好 他的熱度也不會超過2年 他如果沒有新的目標 2年之後他就會冷掉了 這個 現在很多科學家在研究人類的行為科學 就像男生女生一樣 為什麼談戀愛跟結婚就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婚姻是那個戀愛的墳場 走入婚姻就走入墳墓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的形容詞 為什麼 因為男生在追女生的時候 他自己會散發出一種雄性的 那個費洛蒙荷爾蒙 他會去吸引女性 然後他也會把自己打扮得很好 而當他一旦追到那個女生之後 他會覺得那是已經是他的 他咬到的肉了 已經吃到了 所以呢他基本上來講 他就會 他會失去注意力 當他失去注意力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不像戀愛的時候 那麼體貼我 那麼呵護我 那麼照顧我 那沒有辦法 因為他已經失去注意力了 所以呢 注意力是很重要的一個 學 各位要學習的一個課程 你有沒有辦法 像秘書長這樣 從2005年 一直到現在 8年了 9年了 這9年來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所以這樣你們會知道 很清楚知道秘書長的人格特質 他一路走來 就是這樣子很清楚 一步一步走 如果秘書長是老虎 他早就不完了 太久了 什麼時候會成功 不知道 一切都要取決於美國人的決定 好像看到快成功了 然後有人出來搗蛋 他不會管那些 他一路走來 他就不會管那些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是很清楚 我就是要走到那個終點 他的終點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執政嘛 他也不斷的告訴我們 他的目標 就是讓台灣民政府執政 所以 秘書長人格特質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蛤 好 等一下再講 這保 這先保留一下 德國的代表 是老虎 對不對 那孔雀 大部分都在哪一個國家 孔雀 在那個Land of Free這樣 那個有夢的地方 人家常常會去Hollywood 在美國 美國最多孔雀 為什麼 那個從世界各國會飛向美國 那就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 會讓自己做夢 老虎還不會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孔雀很感性 他又中結果 所以那時候大家告訴他們 有美國夢 美國夢 美國夢 老虎還不一定會去衝 老虎說 我在我這裡就好了 我有德國夢就好了 我幹嘛一定要美國夢 會有美國夢 就是想要改變自己 讓自己更好 然後很敢冒險 很敢冒險 要有一點點感性 要有那個會去做夢 基本上來講 理性的人他比較不會做夢 感性的人 他很喜歡做夢 感性的人喜歡做白日夢 常常在想很多事情 所以做白日夢 不見得不好 至少很多的科學家 要會先做夢 才會有出現這麼多好的 讓我們人類的生活品質 更好的一些發明 所以 孔雀他們會集中 就一直往美國去跑 所以美國的 他們科學家統計 美國的孔雀超過40% 很多 那孔雀的代表人物呢 柯林頓 為什麼舉柯林頓 因為他太有名了 有名到 他可以在這個螢幕面前說 沒有 我跟陸文斯基絕對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第二天跟全國道歉 對不起 我真的跟他有怎樣 他可以在前一秒鐘 完全不承認 完全的 因為 就他的感性層面來講 他會告訴自己 沒有發生過那件事情 我是總統 我絕對不能承認 承認就完了 可是 如果到最後 人髒病或錄影帶都出來了 好吧 承認也沒關係 反正承認 孔雀就這樣臉皮 真的是有夠厚的 他反正他只要承認 大家 我還是美國總統啊 他會不斷的 不斷的去說服自己 所以你會發覺 孔雀他很容易掌握很多的資源 他會吸引所有人的目標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面 在一個公開場合 Social的環境裡面 孔雀最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 最容易喔 然後打成一片 然後出來你說 哇你換了好多名片喔 你好厲害喔 你可以換到一百多張 那裡面哪一個你印象比較深 都不記得 都忘了 他可以很快的跟你拉近距離 很快的找到共同的話題 很快的跟你好像麻吉一樣 可是你千萬不要把他當麻吉 因為你會受傷 如果你是五尾熊或貓頭鷹 你把孔雀當你的超級麻吉 結果他一轉頭跟別人出去玩 根本忘了你的存在 他還不會打電話給你 這就是孔雀 孔雀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很適合做一個公關人物啊 或者是去當一個演員啊 他很容易融入那個情境 融入那個角色 但是也能很快就抽離 所以孔雀在美國最多 代表人物柯林頓 貓頭鷹呢 貓頭鷹哪一個國家最多 各位想想看 有一個人叫戴明 他是美國人 他發明了品質管理 他發現了品質管理 他覺得品質做得好 東西做得好 就可以行銷全世界 結果在美國行不通 因為美國人他們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孔雀這樣幹嘛做得那麼精準 差不多就好了 可以賣就好了 反正用完 東西用完就是會壞 壞了再買就好了 可是有一些人他覺得 不行 我這做東西要給消費者交代 我要讓他用 是用20年30年 讓他當船家之寶 哪一個國家 沒錯 日本貓頭鷹最多 所以日本才會這樣子 是可殺不可辱 才會有那個武士刀切副 對美國來講很困難 我幹嘛要自殺 對不對 我幹嘛為了這件事情 要負上我的生命 可是日本人不一樣 他會為了一個公司負責 所以日本最多的員工是 一進到那個公司 就呆到老呆到死 他們就是跟那個公司共存網 所以貓頭鷹在日本最多 所以才有辦法讓代名的品質管制 在日本發揚光大 才會創造出一流的Sony啊 Toyota你會發掘這些 到目前為止大家都知道 Toyota的引擎真的是最好的 他可以這樣子在一段 甚至有一段時間 要打敗美國的通用汽車 美國的福特汽車 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之下 市場越大 他的佔有率會越高 那日本的市場佔有率 沒有美國那麼大 他竟然可以打敗通用 打敗福特 然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車廠 他的確有他的一套 所以日本的貓頭鷹最多 再來烏尾熊 烏尾熊是哪一個國家最多 各位猜猜看 都跟我們很有關係 很奇怪 我會覺得齁 我們台灣真的太有幸了 中國 你看齁 中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這些都我們台灣圍在中間 他們都在幫助我們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早日執政 我自己在做人格特質 我後來發覺說 好有趣喔 為什麼這些人格特質 最多的地方我們都認識 而且跟我們都很有淵源 你想想看為什麼 吳尾熊在中國最多 中國這五千年來 經歷過很多的改朝換代 那通常齁 中國會改朝換代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人民沒有飯吃 農民 他們齁 餓到受不了了才會起來抗暴 他們很少為了一些 政治的目的 或者說一些 這個世界大同的理想 不是 吳尾熊基本上來講 他們的忍耐力 是所有的這個物種裡面最高的 因為他們就會逆來順受 跟著環境去改變 但是 你不要侵犯到我的生存權 你侵犯到我的生存權 我就會跟你拼到底 所以吳尾熊通常是一個很負短的人格特質 他最保護他的家人 你想想看嗎 吳尾熊他一旦認定他的爸爸他的媽媽 或者他認定他這棵樹是他的這個 這個一輩子的窩 他就會緊緊抱著那棵樹幹不是嗎 沒有他緊緊抱著他的爸爸媽媽 所以吳尾熊 他一旦認定他是中國人 他就不會去改變 他一旦認定這個毛澤東 他也不會去改變 除非吳 這個整個中國大陸 大家都害得他們沒的吃沒的喝 他們才會起來暴動 每一個改朝換對 都是因為那個皇帝很腐敗 讓他們的人民 讓他們農民 生不如死 民不聊生 剛好遇到旱災 遇到那個 遇到大水災 甚至那個農作物都沒有辦法產生 你又不想辦法去解決人民的問題 所以吳尾熊基本上來講 他是忍到不能再忍 他才會起來反抗 這是中國的民族性 所以中國的民族性很好玩 其實他們就在講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其實美國只要不去打他 他們就一直忍他 美國一直這樣子 一直步步進逼他也沒關係 其實美國現在的策略 美國現在的策略就是 不讓中國走出這個 整個那個 他們用整個包圍的戰略 把整個中國包圍起來 他不讓中國走出來 尤其是台灣這邊 有一個出口 一個出海口 他絕對不會讓中國走出來 所以他整個 你們上高級班 秘書長就會跟你們講 那個中國國情報告 你就知道美國怎麼 步步進逼中國 然後中國就一直忍氣吞聲 因為他還可以活嘛 除非他真的活不下去了 他才會跟你玉石俱焚 你只要不要太超過 他現在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裝孫子 人家有11艘航空母艦 在全世界各地在跑 他只有半艘航空母艦 還沒有辦法 還只有一兩個飛行員 可以在那個航空母艦上起降 所以他只能忍 一直忍一直忍 不斷的忍 這是中國的民族性 烏尾雄最多 那你們了解這些人格特質 你要去想想看 我在跟各位講這些人格特質 不是要讓各位去了解別人 你要了解自己 你到底是屬於哪一種人格特質 你的優點在哪裡 你的缺點在哪裡 你有什麼樣的個性 可不可以改變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在我們在上課都有告訴 我們的老師都告訴我們 過去不等於未來 我請問一下各位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相信的舉手 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你相不相信 只要功夫下的身鐵柱可以磨成繡化針 相信的再舉手 我看到很多人這樣子重複舉手 那請問一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跟只要功夫下的身鐵柱磨成繡化針 這兩個信念有沒有衝突 沒有嗎 蠻衝突的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表示這個沒有辦法改嘛 你又告訴別人說 你只要願意下定決心去改 一定可以改得過來 一方面說不能改 一方面又改得過來 那不是很矛盾嗎 這個都是讓各位思考 其實我現在告訴各位 我現在在學的這些東西 在跟各位 在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 在國外的教育 都是讓各位去思考 沒有標準答案 讓各位去思考 在台灣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真的很可憐 我每次就在這裡說 人家德國 人家德國七歲以前 教小朋友 他們的教育只有兩種 七歲以前他們的憲法規定 小朋友不能學數學 不能學第二外國語 不能學物理 不能學科學 你就算是天才 你也不能學 蛤 有一個天才就去問他的老師 那怎麼辦 我兒子什麼都不能學 那該怎麼辦 他說你兒子喔 可以做兩件事情 各位猜得出來嗎 德國的憲法 七歲以前的小朋友 只能做兩件事情 上小學之前 他只能做兩件事情 拿兩件各位猜得出來嗎 畫畫 畫畫 你說什麼 玩 沒錯 第一個是玩 第二個做家事 吃飯當然是基本的啦 一點也要吃飯 玩跟做家事 為什麼要做家事 科學家已經真正的研究出來 這個是整個完整的科學家報導 唸給各位聽 家務活動可以讓他們參與 讓他們實踐 讓他們獨立 讓他們學會承擔 讓他們學會感恩 很多的好處 這跟他日後的人格培養 跟日後成功 跟日後的幸福 通通 不可以 通通是不可或缺的 做家事這麼重要 那請問一下 台灣的父母 有沒有讓小朋友做家事 沒有耶 為什麼小朋友都不用做家事 我從小就這樣子 今天啊 我媽媽就告訴我說 你不用去廚房洗碗 你不用做任何家事 你的任務只有一個 什麼 把書念好 所以我國小一年級到國小六年級 通通都是第一名 因為媽媽 我媽媽在廣播電台當節目主持人 很認真嘛 很認真教嘛 我國小就有家教了耶 到家裡來教耶 教我數學 因為我數學比較爛 我文學比較好 從小教我閱讀 然後我都把書念得很好 然後呢 生活白癡 真的 真的 買東西 不知道多少錢 真的完全不知道 然後對金錢沒有概念 對生活一點概念都沒有 這次到美國 很有趣啊 我們在座有很多朋友 跟我們一起去美國 然後 我本身吃素嘛 然後呢 我就帶了一些塑料 然後 因為我常常到國外去上課 知道國外那些 不是說國外吃的比較貴 不是錢的問題 是因為 怕吃不乾淨 所以自己帶鍋子 自己帶鍋子 自己帶一個鍋子 結果去那裡 宜花東周周 周長 他就 在飛機上喝可樂 他整個堵住了 他說很辛苦 又要脫出來 我就煮一個熱湯給他喝 他喝下去以後 他說哇 他整個都緊鬆起來了 然後開始就宣傳 然後呢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房間就變成656普及站 在美國很有名 我們那個企業團員 每個都有來我們房間吃過 他們都說我是心好男人 我還會把他們煮吃 還會把他們洗碗 還放得很好 他說你一定是一個心好男人 我們沒聽到很愛笑 因為我在家裡面 食指不沾洋醇水 從來沒有碰過廚房的東西 我也沒有煮過 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那個 那個洗過鍋完瓢盆 都是這麼多女人 幹嘛輪得到我對不對 我只要負責 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就好了 去美國做了十幾天這樣 他說喔 做了五六天 他說喔 你真的是 在家裡面都是我們 我們自己放台 去外面放台 別人 我說好啦 有一天我一定會煮一頓給你吃 做家是真的很重要 這在美國 這在德國的訓練是這樣子 台灣沒有 所以台灣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台灣的教育有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從事教育訓練 我知道台灣的教育 所以這篇報導在教什麼 你可以看到標題叫教好父母 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 我念給各位聽喔 他說喔 這個專欄作教 他說他很 有一件事情他一直想不明白啦 為什麼他們我們的政府啊 台灣當局啊 為什麼不把教好父母 列為預算的第一優先 他說喔 在他這幾十年來 專欄作家的身分啊 他發覺台灣最大的問題 那個 人民沒有幸福感 國民的素質太差 稱職的父母 非常的少 現在的父母 不知道怎麼當稱職的父母 然後父母 卻是在提升國民素質裡面 扮演最關鍵的角色 他列以上幾點 他說 他覺得喔 學校教育都沒有 父母教育來的重要 所以預算的第一優先應該是 教好我們的父母親 讓我們父母親 懂得怎麼去教小孩 讓小朋友從小 就學會當一個像德國一樣 像美國一樣 懂得思考的小朋友 這是他語重心長 他說如果政府能夠把這個 列為預算第一優先 台灣一定會很快的 就會讓人民有感 這如果我有機會 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將來為我們台灣民政府服務 我一定會把這個 當作我自己的叫戰守則 我希望讓台灣的父母親 先懂得怎麼樣去當父母親 你看喔 他說預算 很多的投資報酬 都在算投資報酬率 蓋高速公路 蓋硬體設備 蓋蚊子館 但是就沒有一條 預算是協助父母去做好父母 這個角色 你看喔 這個 很多的父母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都曾經 我們講現在在座 在座40歲以上的 算中年人以上 不要講40歲以下 45歲以上好了 你們有參與過家事 參與過家務活動的舉一下手 幾乎都有啊 為什麼到你們這一代就斷層了 你們到你們這一代交小朋友 不要做家事 因為你們做得太辛苦了嗎 所以叫小朋友不要做 還是覺得小朋友 我一直告訴我 我太太一定要讓小朋友 學會做家事 我太太常常講一句話 她說 他們齁 我五分鐘做好的事情 他們要好五十分鐘 我五分鐘就做好了 他們要花五十分鐘 他們好像在辦公會 辦家加酒 你看 我老婆這樣雙手手套戴起來 碗這樣洗五分鐘搞定 我女兒不是啊 那個手帕要這樣拎著 這個 一定要這樣拎著 好像很重要的東西 這樣拎到旁邊 然後放到旁邊 唉唷好油喔 不敢碰 洗碗怎麼會不油 洗碗怎麼可能會不油 他們在拿抹布都覺得很油 做很多事情就這樣 笨手笨腳的 那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做家事 你剛開始的時候你就很俐落嗎 很多事情不是 能力不是都後天培養的嗎 有誰一開始就做家事嗎 難道你真的要 像現在韓國電視劇 常常在演的嗎 那個小朋友到他們家 到嫁出去以後都不會做菜 都要開始看那個食譜做菜這樣 然後公公婆在旁邊看著這樣子 起身路命 還是你寧可把它訓練好 以前好像嫁出去 第一個要務到人家家裡面 當媳婦的第一件事情 就一定要煮飯燒水砍菜 洗衣服什麼都要會嘛 難道要嫁出去以後才開始訓練嗎 還是像現在這樣乾脆 台灣的女孩 根據統計調查 台灣的女生 20歲到30歲 他們想要結婚的那個比率 大概只有10%出頭 也就是說100個台灣的女生 只有十幾個想要嫁人 其他都不要嫁人 那他們要幹嘛 父母養 生活獨立自主 反正他們生命中就是不要有男人 這樣違背這個自然科學的法則 其實交好父母 協助父母去做好父母的事情 父母該做的事情 花不了很多的錢 但是他的創意可以很無限 會對整個國家 對整個台灣 會帶來很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齁 真的 尤其現在 像 我下面 我在 我女兒已經念大學了嘛 講到我女兒那一代 好她要結婚了 她真的懂得怎麼當父母嗎 不會 她連自己家事都不會做了 她怎麼交小朋友 她連自己的家事 我現在真的遇到很多的 我們的學生裡面很多 像20幾歲的 甚至30歲的 他們家裡面 買了房子 家裡面有廚房 但是呢 一年365天 那個廚房 基本上是不開火的 我就問她說 難道你老公不會偶爾想要吃你 下廚做的東西嗎 她說我就跟她講 我不會啊 我媽沒有教我啊 對啊 我不會啊 我為什麼要煮 我們出去外面吃就好啦 沒有我請她嘛 對啊 一開金最大嘛 我請她嘛 幹嘛 幹嘛一定要我煮 而且理由很冠冕昂華 我這樣弄得這樣烏煙瘴氣的 然後坐下來就沒有心情吃完 我們不如兩個 整個水水 然後到餐廳裡面讓人家服務 這樣更有情調 對不對 我幹嘛要自己煮 所以現在女孩子 越來越不會做家事 真的 我常常看到很多 跟日本一樣的女孩子 她們在外面都光鮮亮麗 但是她不讓人家進他們家裡 為什麼 亂七八糟 很可怕耶 我真的說 真的有那麼恐怖嗎 因為我很難想像嘛 因為 至少我們家從小 還會訓練我們做家事嘛 然後我太太也會做家事嘛 所以家裡面還算蠻乾淨的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女生 我跟我太太就不太 不太能夠想像 在台北自己住套房 真的耶 進不去耶 開了門進不去 蛤 你為什麼東西可以堆那麼多 對啊 她說有床可以睡 就慢慢鑽鑽鑽 沒有地方可以坐 然後鑽到她的床 就一個床那邊可以睡 其他地方都堆滿東西 我說這樣你不怕蟑螂老鼠嗎 怕啊 怎麼會不怕 你為什麼不整理 不知道從何整理起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應該有一個行業 未來還蠻好的 幫人家整理家裡 應該蠻有的賺的 幫人家整理家裡 可能是未來新興的行業 日本已經有了 這個人格特質 你要自己先去思考 你是哪一個人格特質 你的人格特質是什麼 你現在要改都還來得及 因為過去不等於未來 當你知道自己的優點 你盡量去發揮自己的優點 我們也要各位說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老天爺給你的 你一生下來就是這個個性 我要你盡量去發揮 你個性裡面的長處 而不是要你去彌補 你個性裡面的短處 你彌補不來 怎麼說 你今天要跟那個孔雀五尾熊 比感性 我跟你講 他們 那個眼睛是 直接裝著水龍頭 要哭 眼淚馬上掉下來 你絕對沒有他那麼感性 你如果是很理性的話 你會說 這有什麼好哭的 看電視劇 我就覺得 那時候常常覺得我媽很厲害 常常坐電視劇在最前面 然後我們四個小孩坐後面 然後衛生紙一直抽這樣 那有什麼好哭的 我們都覺得 那個哭點在哪裡 就像那個笑點在哪裡 那有什麼好哭的 他就會哭得稀里花的 感性的人 你沒有辦法跟他比感性 但是你可以發揮你理性的長處 種結果的人 你沒有辦法跟種過程的比 因為他會 他會見為之助 他會一條一條去跟你 就像剛剛 台生你前面那個 那個 同樣一篇文章 你讓貓頭鷹跟吳偉熊看完 他們就會對裡面很多的了解 比如說台灣民政黨主張 他真的連主張 這個畫紅線他會了解 為什麼要主張 為什麼不是立場 主張跟立場有什麼不一樣 貓頭鷹就會跳出來這樣的問題 主張 根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 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基本上來講 老虎唸過了 孔雀唸過了 種結果人唸過了 就唸過了 我們要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但是 對於這種過程來講 他們就會不一樣的思考 台灣國際地位 現在有什麼不正常 台灣國際地位 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到底怎麼樣是國際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 到底怎麼樣才會正常化 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重點裡面有哪些指向目 你會去思考 會去想 代表你種過程 代表你是一個種過程的人 你會去思考 這個主張裡面的 你不會像種結果的 喔 好老師叫我背書 我把它背起來就好了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背過國文 我們就把它背背起來就好了 背起來這樣 哭起哭完就背起來了 幹嘛要背那麼多 你背完以後 小時候我媽叫我背唐詩三白鎖 整本我都可以背 煮頭背到背 背完之後 你現在還叫我背 長恨哥還記得一點 琵琶行還記得一點 小時候媽媽怎麼教我 就怎麼教我女兒 我女兒現在小時候記憶力好 長恨哥從頭背到尾 和黃仲舍思興國 玉宇多年求婦德 他可以從頭背到尾 好像黎堅 他不是在唸另外一部佛經嗎 不是一樣嗎 煮頭背到尾 很清楚 他了解裡面的意義嗎 你如果中結果 你可能很快的 把這四點背得很熟 但是 你不瞭解 你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 你這下就去用褲子了 人家問說 現在國際地位 台灣國際地位 有什麼不正常 台灣國際地位 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你能回答嗎 甚至人家問得比較清楚 國際法是什麼 萬國公法是什麼 國際戰爭法是什麼 究竟在和平條約有哪幾條 重過程的人他會問你 所以你如果法國公法 你是一個重結果的人 你懶得去瞭解這麼多 你一定要去找一個重過程陪著你去 去談你的 你想要他來上課的人 不然你是要去找褲子了 這樣 是 人家會覺得說你一點都不專業 難道你要一直跑回來 但是我回去問清楚 我直接跟你說 他一直走來走去 會餒 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 他一上網 我介紹他來 他一上網就出去跟人家講 他上完第二天就去跟人家講 人家剛才找到一個貓頭人 跟他問說 什麼叫做國際戰爭法 什麼叫究竟在和平條約 回答不出來 就是國際戰爭法 就是究竟在和平條約 你自己去看 網路都有啊 Google就有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要跟人說服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說服你自己 你要去說服別人 主張是什麼 立場是什麼 那 為什麼日本天皇他現在有所有權 美國卻有佔領權 美國總統為什麼有責任 要循萬國公法 這到底是哪一些法律 要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美國政府為什麼有責任 循萬國公法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那台灣到底什麼樣 才叫台灣地位正常化 下一堂課我們再來討論這個 台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台灣現在國際地位有什麼不正常 你們可以真正知道嗎 至少我們知道 我們先把這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你很清楚 你在跟別人講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代表台灣民政府 你現在台灣 你是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你代表台灣民政府 你要出去跟人家講 那你們的主張 你們的立場 你都沒有辦法很清楚讓我知道 那你怎麼去說服別人 我們在講法理 我們今天已經不跟你談感情 不跟你談說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奔託台灣人 我們就要挺奔託台灣人 我們是民進黨 我跟你說法例 為什麼這是台灣的活路 為什麼台灣透過台灣民政府 會有一條活路 會改變台灣的歷史 會讓台灣的歷史回到正常的軌道 這個很重要 我們慢慢的 等一下慢慢的來探討來了解 那 當課程到最後一定會讓 同學們 同心們注意力分散 這很正常 當注意力分散的時候 就是要讓各位去喝喝咖啡 喝喝喝茶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集中注意力 每一堂課就這樣 前面的集中注意力 我們來探討 讓希望各位可以有真正的 這個學習到 讓我們到最後 我們可以帶著這個 很好的專業知識 去跟我們更多的本土台灣人分享 台灣的希望 在各位的手上 我們這一節課先上到這裡 謝謝